大家好,我是這場議程主持人 那就很開心可以邀請到講師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關於他們一些靜態分析的部分 那最後我想可以在特徵方面的一些知識 可以獲得到一些不一樣的訊息這樣子 那就不多說,有請講師開始囉 好,大家好,我是忠譽 然後非常開心大家在有選擇狀況之下 還是來到這個阿兔的講堂 那希望大家不要給大家失望 從幾十年前在台下聽到現在站在台上 其實這感覺也是Unreal 對 那我想要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讓大家知道說 這場演講可能想要穿搭什麼意思 我們的目標是要開發一個Solution 然後這個Solution是 不是說是學術的Solution 而是要應用在像是Palotone Anglers 或像是我之前帶的趨勢科技這種 提供百萬用戶的Solution 那要做Solution第一件事情 你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你絕對沒有Green Line的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High的Detection Rate 那這個High Detection Rate 時常拿來我們思考會以為說 像是我們看Paper 說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Solution 有97%的Detection 我們的Detection Rate 通常不講這種Detection Rate 因為你可以想說一個成熟的Product 下面一定有非常多Solution 那在這些Solution交織的結果之中 我們看的是Unique的Detection 所有東西都漏掉 你有辦法抓到 這才是你的Detection Rate 那有的Detection Rate其實還不夠 如果這個Solution呢 半夜會叫你起床 起來修東西 因為你把客戶的Curnal.32.22給刪掉 明天你的股價會大跌 所以我們還要保證說 我們的Solution上去之後 會有Low False Positive False Positive就是它不是二層式 可是你說它是二層式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機率降得很低 那這個低到底要多低呢 可能看Paper可能3%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你試想 我們的Product 每天有100萬的Sample要分析 3%是多少 很多耶 3000耶 所以可能0.02% 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機率 那這些剩下的 也是要我們Human去operate 去把它清乾淨 所以這裡的False Possible 也是要低到非常低的程度 那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什麼東西才叫做Practical 這也時常在看學術論文 或者是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時常會喜歡套上的名詞 就是可能我們把理論變成實作 但是實際上這個Practical 在Solution 在做Product的Practical 是要思考的角度又更不一樣 因為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客戶 會有不同的限制 像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想要用EXE的簽章來做二層式的判斷 那我需要預儲存40TB的簽章 是我信任的簽章 在客戶端裡面 可行嗎 不是不一定嗎 答案不一定 有時候客戶會說 我的ELEA我的Firewall 沒有聯網功能 我也沒辦法update 它在某時間才會update 或者是它根本就是要跑在Embedded System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辦法提供那麼大的Storage 就是要給你一個Solution 所以這個Practical要思考面向跟 它是不是有辦法GeekClone 然後執行 其實是有差距的 是你要知道你要提供的服務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Journey 就是想要透過一個 其實已經好幾年的Topic 但是它到現在還是一個 會困擾我們的一個問題 來研究說如果我們在這三者中 取到最中間的那個Sewis吧 好 好 所以今天的Agenda的內容 大致上我會先講一下Background 沒有這些Background的話 很難解釋接下來要做什麼 那要定一下問題 就說這是一個20年存在的東西 為什麼它還是竟然是個問題 那再來就是我們到我們的核心 就是我們想要討論一下這個LVM 不是LLVM 雖然說我用LVM看會不會讓神高委員覺得 這是LLVM 那這LVM是Language Virtualized Machine 或者是Language Virtualization Machine 也就是說它不是直接跑在CPU上面 它下面還有一層VM在執行這個Code 那我會以Auto IT跟NSYS 兩個非常像又非常不像的例子來解釋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說 如果當我們做完這些Pre-Process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有效率的Detect它 那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我曾經在Threat Intelligence Trends工作過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也意外的不經意的發現 其實有一些PDP一些Auto IT的PDP的資訊 藏在Sample裡面 那這些東西其實顯微被人討論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是對我來說至少是一個新鮮的東西 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忠宇 然後成他教大畢業的 我還是要教他教大 因為我畢業的時候是教大 然後 然後我在學生時代打很多CTF 很喜歡打CTF 就覺得無憂無慮的很快樂 都可以打到天亮好爽 然後後來第一份工作再去是做Spam Detection 那這也比較特別 不是針對Spam Detect 我們是去研究送spam的spam in botnet 然後我們用Python去emulate它的protocol 然後在第一時間去拿到那個spam的template 然後做detection 這樣子就是 也就是說他spam還沒送出來之前 我們就已經有patent 然後接下來到那個Fox IT 是一間 大家可能不知道 荷蘭的一間公司 然後他在做純粹Intel 所以就是從Product那邊跳去Service段 然後 蠻有趣的是 在荷蘭看到一些 台灣可能未來要發生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ransomware先洪在國外 然後後來洪清台灣 然後大家面對這個恐懼 有不同的這個應付的態度 然後再加上有時候有一些 所謂的中國網軍 也會去弄到歐洲的公司 然後他們對中國網軍的態度 跟台灣對中國網軍的態度 也是不一樣 蠻有趣的 那接下來是現在 我在22年開始 我在ParaAuto Networks工作 然後我就又回到product段 去做這個sandbox的development 但我覺得我這個人比較 比較喜歡準時下班 我上班的時候都在做那個 more analysis reversing 做一些很技術的東西寫口 可是我下班的時候 我喜歡研究一些criminology 那個人類因子的問題就是 但如果你找我的名字 其實你可以找到比較多 criminology的publication 都是下班做的 因為上班做的東西 不太好拿出來發表 或者是你有時候會有一些公司的 機密的問題 所以沒辦法 就是我得放公司的template 看了有點刺眼 好 background就是這個演講到底 技藥想什麼 講什麼 我們先熱身一下 因為我們要開發solution 所以這個框架也是幾百年有了 就是靜態跟動態分析 那靜態有什麼 就是shar 256 然後不要再用mb5 剛才有演講用mb5 然後ssdip是什麼 ssdip就是 但是如果你一個sample 不開心 有一個sample 有一個bit變了 shar 256就會差很多 因為雜錯函數的目標就是這樣 但是ssdip就是 它是算一個模糊的 一個signature 所以你只變一個bit 你的那個 算出來ssdip跟沒有變的 其實會有一個distance的差距非常小 那可以拿來看說 可能這個sample跟那個sample 長得十分的像 對整個sample做hash 有些人不開心 因為裡面會有一些data 有一些雜音 有一些垃圾 所以我們做imphash 就是對這個pe executable的import table做hash import table就是pe要執行windows API的時候 他會把它static import在那裡 這個東西也可以做hash 那我們也看看entropy entropy就是整個程式的亂渡 這些都是靜態 也就是說你二一程式跑進來 你就什麼都不用動 你就可以對它產生一個結果 然後這個就可能跟大家來做分析 那動態的話 為人所知的就是 我們把它丟到一個可控的環境 這個環境叫sandbox 然後當然它在裡面跑 然後再觀察側錄它說 它出來的network是什麼 它連的哪一個dnsquery 做哪一個https的traffic 甚至有時候 我們可以讓它在一些debugging的環境 也就是說 把在kernel層攔說 它到底要call什麼東西進去cpu 去看說側錄說它的行為 那最近有一些比較新的做法 就是 介於總監這個東西 假設說 emulation emulation是什麼 就是你給我一個sample 我沒有真的在sandbox裡面 點它兩下 可是我把它的call抽出來 用cpu emulator 像是culin unicorn之類的 去執行它部分的片段 那當然你會想說它會call什麼api 我又沒有真正作為系統 我怎麼繼續讓它跑下去 沒關係我們就return0之類的 反正 用某一些半靜態半動態的方式 去獲得更多的資訊 但言下之意這邊在做的是 讓大家知道說 20年來我們還是一樣在玩一樣的老套路 那優點或壞處是什麼呢 靜態就很清楚嘛 就很快嘛 算hash可能大的sample 及megabyte及gigabyte 可能也就幾十秒就可以算完了 然後又很chip 這chip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需要準備一個virtualized的sandbox 然後它起起來又要浪費很多資源 所以它就是你只要有一個好的python code 你就可以跑它 那less preparation就是一樣嘛 就是chip又fast 就是只要有辦法把sample給開起來 你就有辦法執行 那當然它還是有一些缺點 缺點就是像是不同的pdf 你當然不會用exe的方式去爬pdf 你覺得會爬出悲劇 所以它還是會有一些它需要付出的成本 那dynamic access 我們說DA嘛 就是它比較有insight 因為你可以拿到一些動態 它在這一棵樹裡面到底執行哪一條區塊 然後還有它可以更general一點 你可以design一個pdf的sandbox 你也可以讓exe跑在裡面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優缺點 那講這幹什麼 講這幹什麼是因為 等一下我們會需要在dynamic跟static裡面做抉擇 抉擇說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solution來 面對這兩個問題 那這兩個問題 這兩個tool的background 都很久了 一個99年的一個2000年的 那auto-ed跟nsys主要的差別 是在於auto-ed是 那叫什麼 proprietary 就是是商用的軟體 它會把所有的東西都設法隱藏 不想要讓你知道 那nsys整個是open source 所以你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到它的source code 那他們的目標都差不多 要給IT做事情 那nsys比較多人拿來做 軟體的安裝更新或者是解壓縮 所以你看到這兩個logo應該就很熟悉 那auto-ed跟nsys都是有他們的自己的language 所以你如果想要用他們 你需要去學他到底怎麼寫 那auto-ed很像vbscript 那nsys可能有一點吧 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就想 好 接下來到我們的問題核心 為什麼他們在偵測他們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在我們這張圖上看到右邊 是如果我們寫一個c的hello world 他實際上在執行他 點他兩下的時候 他去call printf的時候就會一連串的DL 往下call call到最後call到kernel去 然後再call到cpu去 所以我們可以從OS的label 看到他真正在做什麼事情 但是以這個virtualize的這個nsys或auto-ed 就是左邊這個case 你執行一個echo或者是執行一個print 在nsys或auto-ed裡面 實際上他並不是真的直接去執行作業程式 作業系統裡面的那兩個API 他會經過一個run time 就是他的執行環境裡面 幫你去做好很多事情 那這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給大家一個實際concrete的例子 nsys裡面有一條指令叫做self-delete 然後這個self-delete 如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給刪掉 但是他實際上底層run time怎麼實作呢 第一點他先create一個suspend的process explore.exe 然後接下來之後 他把那一段要把自己刪掉的code給寫進去 然後再change那個create process出來的permission 把它change成可以執行的 然後最後他再執行這個培容 這個很好笑吧 因為這跟process-injection有什麼兩樣 所以也就是說 當這個使用者想要執行 把自己刪掉這個指令的時候 居然底層的nsys做的事情是 幫你做process-injection 這聽得很不合理 但是事實上會發生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做動態分析的時候 我們攔在OS層 我們看到的並不是self-delete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process-injection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分辨說 這個process-injection是來自上面的self-delete 還是來自nsys的run time 可以分 可以在debugger裡面分 但是實際上你要面對solution 你要開發solution的時候 有千千百百種這種conicase 你需要區分 那如果再把事情複雜一點 如果我們在OS層 sandbox會做API-hooking API-hooking就是讓你要call API的時候 先做一些檢查 然後我們也會定期對memory做分析 我們也會對它的traffic做分析 這些東西都有可能會被 runtime裡面的installation 它有時候會先drop一些它要的DL drop一些file 然後寫一些registry 然後optimization 它預先allocate一些memory 然後有時候會開開關關一些memory 把一些page給free掉 這些東西全部對OS來說 都不是上面的 我們想 只是開發者想要的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你的background幫你做的 可是OS分不清楚這些東西 所以大家知道說 dynamic analysis我們有局限 因為我們分不清楚run time在做什麼 還是使用者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來試試看靜態分析 右邊看到左邊 這張 右邊 我的左邊 你的右邊 看到這個是一個PE的header 在wikipedia上面被我倒下來的圖 然後你可以看其實PE header 這只是PE而已 就已經夠複雜了 千千百百種的column 然後有些東西又是undocumented 像Dostop是什麼東西 那是compile一個linker的東西 但是Microsoft沒有告訴你 然後它旁邊這一串 就是這一條寫optional header 可是它並不是optional 它一定要 不然你這個PE根本會crash 所以靜態分析最難的點 就是你要拿什麼東西來分析 這裡就已經有千百種了 那最好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 就是我們來想一下N-SYS 到底在run time的時候 是在怎麼執行 我覺得這邊有一個很不錯的例子 就是因為N-SYS 它的目的就是要能夠安裝 結安裝任何程式 在不同的環境裡面 所以它想要在這個環境 沒有準備的狀況之下 我也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跨平台 跨環境 所以我只要一個N-SYS的 派克過的東西進來 N-SYS會幫你處理好所有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 你請一個水電師傅 來幫你裝那個冷氣 然後水電師傅 並不會要求你家裡要有工具 讓他裝冷氣 他自己會帶工具 跟帶著冷氣來 所以一個N-SYS的Sample 長這樣橫橫的這一條 它主要的loader 綠色的code entry point進來的時候 它會先執行這個loader 那這個loader 做整件事 就跟水電師傅一樣 他會把那個冷氣給拆開 就是那個N-SYS的artifacts 他想要安裝的檔案 或是想要解安裝的檔案 然後還有這個N-SYS的Script 你會把他想說 裝冷氣的manual 我們的那個手冊 然後還有 裝冷氣需要的一些 冷氣師傅需要的環境 那個藍色的LVM 所以第一件事情 N-SYS loader被執行的時候 他會先把藍色這一塊的run time 給解壓縮 裝在你的環境 所以你會看到一堆DL drop出來 然後之後 再把N-SYS這個Script解壓縮 並且用N-SYS artifact當 input interpret在這個藍色的LVM上面 就是冷氣師傅把冷氣解壓縮 然後把manual給解壓縮 然後把他的工具給打開 然後跟著那個manual去執行 要怎麼樣把冷氣裝在你家 所以這是N-SYS跑N-SYS的 一個high-level的概念 那如果要做靜態分析 因為我們現在是想要看說 那一條狠狠的裡面 有什麼東西是值得分析 有什麼東西是不應該去碰的 我們這裡看到第一點就是 Loader綠色那一塊 在不同的N-SYS長得會差不多 我先講結論 後面會證明給大家看 第二個是這個runtime 藍色的東西在不同的sample 也會長得差不多 所以不要碰它 第三個是請不要拿compress data 去做static analysis 因為compress data 基本上你那個metadata information 都已經全掉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最重要的是那兩塊黃色的東西 因為那才是build 這個sample的人 那是真的 真的 真正想要的intention 在這上面 那我們一個一個拆開來 證明給你看 你們現在看到的是兩個 N-SYS的 Loader Visualize出來的結果 上面這個是 我自己寫的helloworld.exe 下面這個是一個 infostile的叫做formebook 它的Loader的exe 那我這個visualization 只截到rdata段 我會把後面給切掉了 你可以看到上面 這不太清楚 這個地方到rdata而已 就不見了 那它有好幾條線 我們就看那一條紫色的 那一條entropy就好 那entropy就是所謂的亂度 那大概 一個正常的p的亂度 大概是0.6上下 0.7 所以就是text段 就是code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兩個loader 雖然說一個是helloworld的 一個是formbook的 一個是二層式的loader 其實實際上他們長得挺像的 就是從一開始開頭的時候 綠色上去一點 然後綠色下來一點 然後後來大概都停留在0.6左右 所以這用visualize的方式去證明 演示說 如果你去看它的loader 因為它loader要的目的就是 要把那些東西給unpack 所以它的loader應該會長得十足的像 所以千萬不要拿loader出來偵測 因為loader大家都長得一模一樣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那個 藍色的lvm 就是它的run time的東西 那這裡邊有一個dl 叫做system.dll 它就是在code一些 Windows API的systemcode 那這個systemcode 這個被拆下來之前的這個是 我寫的helloworld 然後你看它的dll 是在2022年的時候被包進去的 可是如果你拿去查辦的時候 在09年的時候就已經在了 也就是說你只要是nsys的版本一樣 你的system.dll一樣 它的run time其實是共用的 那也很合理可以理解 那為什麼compress的data是useless 這其實也是剛才那兩隻sample的visualize 但是他們我沒有截後面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指的這個地方是 overlay的開始 overlay開始也就是那一些nsys的 不管是它的script或者是它的artifacts 壓縮過後被存在這裡 還有run time存在這裡 所以上面這個helloworld 因為它其實就只是print一個helloworld 所以它沒什麼事要做 它也沒什麼comment 也沒有什麼artifacts 所以可以看到overlay在這裡去結束 它後面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可是這個formbook loader它也要做事 所以它在後面有被帶了一大段 你看entropy非常高的data 那為什麼entropy會這麼高呢 因為它是壓縮的 所以它那些亂度會特別高 因為它想要把資料壓緊湊 但是它也沒有高到1.0 像是加密過的檔案這麼高 所以如果我們拿這一些data去做事情 在不前處理的狀況之下 你只會拿到非常多的壓縮過的雜音 那為什麼這會是一個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拿壓縮過的東西 去做solution呢 因為它還是一樣中期一樣 它還是一個exe 所以有一些做machine learning的人 在沒有這個前知識的狀況之下 他們會拿相同的這種file去extract feature 然後就會extract到很多壓縮過的feature 那這是如果你弄對了tool 做對了事情會被拉出來的東西 可以看到上面的這個就是一個helloword 它就是名副其實的一個message box helloword的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下面我們可以看到它要去assess 三個奇怪的file 然後allocate required memory 然後開始call一些 我剛才說的system code的API 然後你看它也包含它要virtual protect 這個東西就是改一個memory的permission 然後接下來它要讀file寫file 然後下面你最後還看到一個system code 它基本上在call一個 你根本不知道在靜態 不知道它在call什麼東西 那就是可以顯著的從抽出來的script 看到它的意圖有非常大的不一樣 那講這麼多我要怎麼做 我要怎麼抽nsys 因為剛才我們很強調一點 我們要practical 就是說這東西要能夠夠穩定 而不是說只有誰可以有辦法逆出這個結果來 那抽nsys 其實因為nsys是一個open source 所以nsys的解壓 它沒有加密 它壓縮解壓縮都是寫在source code 那剛好這個它用的是LZ77的family 就是7zip有支援的方式 你就可以輕鬆的解壓縮 所以7zip會變成我們最好的candidate 那7zip做的事情就是它會掃整個file 看哪裡有壓縮過的黑的 然後就把size讀出來之後把它解壓縮 但是現在的7zip 它不知道為什麼 把decodensyscript的這個地方給註解掉了 所以它其實還在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 7zip的github的官網 然後把code載下來 之後把它那一段給註解掉 然後重新compile一個7zip 之後你就可以用7zip 來拉到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兩個script 如此的簡單 那auto-it呢 auto-it其實長得跟nsys概念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但當然他們的LVM是會不一樣的 他們的一些細節會不一樣 但因為auto-it是 它是一個不是收費 它是一個免費的 可是它沒有開源 然後他們還有在賣consulting的服務 所以差別就是在它的script是有加密過後的 所以如果你要抽它的話 並不是有辦法直接不解密的狀況之下去解壓縮 那這裡我們就留有兩個可能性要怎麼樣抽那個script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去逆向逆動它的加結密的演算法 跟解壓縮跟加壓縮跟解壓縮的演算法 然後並且實做它在靜態的時候 在那個mark1的那個地方 我就直接對PE去做靜態的抽取 好處就是當然就很快 然後你什麼都不用做 可是逆加結密跟逆解壓縮 其實是一件比較費心費勞的事情 然後它可能還會有版本 確實也有上面的設計不同 所以你要不止逆刺 你要各式各樣版本都要逆 然後也不一定會stable 這是它的但書或者說它的難處 那第二個就是因為它終究會執行嘛 所以我們就等它執行的時候 動態的時候 等它script被解壓縮 被解密出來的時候 我們去攔它 那其實很多那個cheating engine 就是game cheating engine 都大概用的是用這種方式 然後去修改它的內容 那這裡的壞處就是 當然這會work 在researcher的VM裡面會work 可是你要把它想要放在production裡面 老闆不會同意耶 因為你本等變得是你要把它執行起來 然後在對的地點把它攔 時間把它攔下來 那就等同意你要開一整個VM 而且就是你攔不好 或許會比你靜態抽還要來得到幫忙 那因為這個東西存在20年 然後二位程式到現在其實也都很愛用 所以那種apt group也都多少在用 所以其實有不少人 包含我也有去努力過 然後幫大家整理一下說 如果你靜態跟動態要抽取的時候 會有哪一些工具可以使用 靜態的部分呢 有c的client ab大家都知道吧 然後還有csharp寫的也有python寫的 你都可以去使用 然後很多internal都已經有被reverse過了 可以當作參考 那動態也有一個工具 但就如同我講的就是會有concern 就是你要需要跑這個二位程式 那因為我們有去逆向過 所以大致上可以知道說 這20年來的演變 其實它的encoding有 至少知道有超過五種的encoding在裡面 從早期的jb到現在的ea 那唯一的這個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拿in the wild的sample來說 有90%現在的sample 其實是用05跟06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target 05 06 甚至可能04 我們大概就可以把sample給抽出來 然後一些細節 就是最早期在2003年的時候 他們用的這個jb的encoding 然後細節就也不贅述了 那值得注意的是因為 它的encoding有時候會被upx pack 所以如果你要去match它的compress 或encrypt header的時候 有可能會被upx給打壞你的pattern 因為upx也會針對你的header去做壓縮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identify as upx的時候 先把它解壓縮一次這樣 那這個就是比較常用的04 05 06 從05年到現在 那曾經04出現一小段時間之後 就變成05 06 然後下面這裡看到的是 這個圖就是 你把那個sample拉進去process hacker裡面 然後跟我們的header去match到的一塊地方 也就是說 payload從那裡開始 然後那就是你的magic bytes 你只要match它你就知道說 這也就是你需要去解密跟解壓縮的東西 好 那它header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從那個setpl那邊copy過來的 那它header裡面其實蠻有趣的 像是我剛才會細講到的這個path 在1 2 3 4 5第五個 就是它是compile script path 有點算是我們PE的PDB 然後裡面還有它什麼時候被compile的 那很多資料 你看像連CRC 你都要export一個數值 你才有辦法拿到真正的數值 codesize data size 細節大家可以在setpl的github裡面找到 那04 missing 因為外面沒有人 所以我們那時候為了要把最後的10%補齊 我就自己下去逆向 那因為這個過程其實是很繁雜 你就要拿一個gener 就是拿一個builder 然後自己寫一個hello word 然後去compile裡面看說 要到哪裡開始加解密 所以這過程複雜又枯燥 所以我直接給大家答案就是 如果你們真的要做的話 就把這個class抄進去setpl的code裡面 其實就會work了 那它大致上也是 你需要去找出它一些加解密的參數 那這些加解密的參數 其實也都是只有xor而已 還有一些size 像是那個tuple的第二個size 但setpl的那個工具要注意點的地方就是 它只match了第一個match的東西 那後面就不管了 所以有些惡意程式會在第一個 第一個encoding裡面塞空的 或者是塞不重要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才是它的script 但是nsys都會去指信它 所以需要改的是 就是你把那個function的code改成一個loop 就是左上就是你可以在github上找到 右下就是如果要做就可以大概這樣做 那這header的script裡面有什麼 就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resname這一塊 來這就是當時候那一個人在編 這個auto-ed的環境 那這個東西蠻有趣的 那下面這個就是你抽出來的東西 你看像這個sample就這麼簡單 它就是去一個remote的URL download一個東西 好 那我們剛才把nsys跟auto-IT 真正的script都抽出來 那我們就在開發solution 這是auto-ed抽出來 一個範例 並不是一個remote這樣 也有一些obfuscation當然我們要面對 但有時候obfuscation反而更好detect 然後接下來下面就是 剛才看到homebook load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說 哇這麼簡單 反正這個就只是去一個URL download一個exe 然後這我就寫個yara它就死了 那下面這個 哇kernol32 virtualprotect它就死了 但是給大家看一些real world case 這些全部都不是我捏著 這是全部都是因為沒有detection 我需要去補才收集下來的code 可是全部都在做system code 然後這些system code 有一些其實根本不符合文法 然後會有無限多的變化這些東西 真的很難用一個yara static去match它 那下面這個就是 它要把真正要code的這個string 給拆散每三個3個byte 才會抖成最後的API code的樣子 那是sample在這裡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那這邊我們可能要尋求一些 比較general solution 但其實這也是一件非常挑戰的事情 因為我們就想說 如果一個scripting language 要執行的時候 第一步是leximize 就是lexing 就是把它拆成token 之後把它parse成ast tree 然後把它parse成ast tree 所以說resolve 所有東西完之後 再把它interpret出來 就是它真的跑起來樣子 那我們要detect它說 或許也可以用一樣的做法 我們先把它tokenize 所以我們就不會被一些黏在一起的東西 因為我們不懂它文法 而pattern match被miss掉 那我們把它tokenize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看token的比例 像是如果二一層是需要加解密 或許它用這個int up int up就是operation 它可能會做一些xor 大概可以用machine learning 在這上面做一點力氣 那parsing的話就比較困難 因為你需要去拿語言的文法來看 那有些你看像auto 又不是開語言的話 那真的很頭痛 但是我這裡的個人經驗是 我們其實不需要爬整棵樹 我們不需要爬整個城市 我們只要針對一些特定的地方 像system code 我們剛才看到 有很多骯髒的system code 的拍拔 但是如果像這一個system code 如果你讀懂語言法 去把它爬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有dummy的start 這就是不是一個正常的script 會寫出來的樣子 你只要有一些不合文法 或者是文法來說 是redundant的東西的話 可以直接detect它 好 最後就是剛才看到這個東西 這做最 因為我之前是做intel的 所以我看到這個時候 想說有趣 如果我們拿auto也在 這是我覺得應該是 從miter上面抄下來 miter上面找apt33的 用過auto-ed的backdoor 然後你把它sample-collect下來之後 去把它header給拉出來 要怎麼拉這個header 其實setPL的code有辦法 但是它沒有把它存下來 沒有把它印下來 所以你可能要去找一下 你要怎麼樣把那個資訊給留下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user當時候 在compile的時候的環境是什麼 或者是說他到底用了什麼 我們是up-last-scater 你看像這個看起來就是 從github上面clone下來 是直接拿來用 所以你就可以去研究說 他們用什麼樣的工學 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蠻多人 都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下一次 有一個actor用auto-ed 然後他剛好又是 在他自己的本機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 泄露他的一些information這樣 好 今天到conclusion 我剛才回到剛才 起頭的那個東西 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有一個不錯的detection 你就是要拉對東西分析 你不要分機拉機 聽起來很簡單 但實際上做起來 就是是有挑戰性 那false positive 如果你用動態分析的話 你就會去抓到那個process injection 所以我們在這裡用簡單的例子來指 雖然說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 不只會有這個因子 但是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會選擇使用靜態分析 但怎麼practical 就是7zip其實很穩定 然後再加上sertpl 已經幫了我們一把 所以我們不需要 做太多的implantation 當然我們需要fine-tune 跟解決一些cronic case 但這三則就可以 讓我們真的在product端 有辦法做一個有用的solution 好 報告這樣 然後希望你們有一些收穫 然後開放問題 開放問題 沒有問題 我就得講笑話 還是你們其實比較想要聽笑話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有什麼問題想問的 No Yes 沒有嗎 有 按按鈕就直接講了 你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 所以PA之後有打算出 這個MSRS的 是要算Decryptor嗎 就假裝這個Decryptor好了 你們打算之後有要出這個服務 讓客戶使用嗎 還是有可能會把它開圓之類的 既然你是在就是PA工作的話 對 我不能替PA講話啦 因為我只是一個底層的螺絲 但我覺得這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工序 因為我們有使用到那個設P-L Auto IT N-SYS的話 因為7zip大家都可以open access 但我覺得可以去把這個improvement 做在設P-L的call上面就好 然後就可以讓大家 如果research的目的的話 可以直接使用 那如果你是說這個service的話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講 可是我想要講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已經在production了 所以如果你們公司用PA的東西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有其他廠商 拜託超完告訴我你們做了什麼improvement 然後所以這個東西已經是在sandbox裡面 如果你寫一個file他真的會分析 所以如果你有false positive的話 我也要去解喔 我要去解喔 因為這是我弄的 所以那個 所以大概是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tool我們希望有機會可以open source它 但是我不能做保證 第二個就是說它已經是一個real solution 這樣 了解 謝謝 所以因為AutoIT大部分的程式 基本上在網路上能收到的 the applicator蠻少的 所以這是 這個是為什麼你們會決定做這個題目的原因嗎 還是只是因為有其他的口令 有趣 因為你可以說the applicator 如果是以research的角度 我們當然想要把sample給清乾淨 然後把它所有的functionality 就像剛才的演講一樣 它怎麼 每一步怎麼做CNC在哪裡弄乾淨 以這個目的的話 確實AutoIT沒有那麼多the applicator 但是回到根本 沒有那麼多the applicator 搞不好是因為它沒有那麼流行被使用 這也是確實一點 所以如果遇到有那樣的case 我需要去做 我會manually的去寫一些script 去把它爬乾淨 但是這很難generalize 因為它就是很多客製化 另外一個面向是 我們為了要做這個原因 就是如同剛才我講的 大部分的ML的solution 或者是其他的solution 並沒有把這種virtualized sample 特殊的結構跟特殊在動態執行 時候會造成的噪音給考慮進去 所以我們等同於要把這樣子特別的一群 因為我剛才說要unique detection 他們就是永遠都造成FP 跟永遠都露出來的那一群人 抓出來用屬於他們pattern 不是他們pattern 他們的structure跟他們的執行方式 特別的方式去特別針對他們 對 所以不是說我找了一個題目研究的 而是他需要我們去解決他的結果 這樣 謝謝 那大家還有問題嗎 好的 那我們就感謝薛柔的問的問題 然後也感謝講師有趣的回答 那其實我對講師下班後的那個 那個take比較有興趣 可以啊 你可以去找Black Hat的 那是你的 這也是你的興趣 蛤 你說Black Hat是我的興趣 不是 我 Black Hat是每個人的夢想 沒有啦 就是研究過一些那個叫什麼 Ransomware negotiation的怎麼定價的 就是你被Ransomware打了之後 到底那些attactor用什麼樣子的feature 來決定你的價錢 OK 對 好 就是我有做過類似的研究 然後我們也有研究過大概如果一個Ransomware的 一個組織大概營收它的那個profit margin會在哪裡 然後多賺錢 那你覺得台灣會被Ransomware算是中低收入付取嗎 因為不會耶 因為其實現在Ransomware主要都是在打企業 可是如果你認真講的話 因為我在英國工作嘛 所以其實台灣的GDP 人均GDP跟這些大企業GDP 其實是在歐洲算是很前段班的耶 可能就只輸北歐而已耶 好 很猛 對啊 所以並不是可能個人事啊 因為我們都猴子嘛 所以 可是企業是很有錢的 不然Hitcoin怎麼辦得下去 除非門票要收5萬塊啊 算說已經5千了 我們每年努力食品嘛 對啊 所以那些企業爸爸們要大力的拍手 是不是 真的 好 那大家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就可以 就我們再給這位獎師一個鼓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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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